Viva Daler Viva Daler 这边当地有名的大鹅店 仓库的中枢布朗 什么也没有 我们这只有这种 老宝级的这种重型款 然后来货的时候有耗 现在就没耗了 大量想买什么远程白色之类的 就不要到这浪费时间 从来没见过白色 你看我们这只有这种重型款 就这种 这种重型款 五级防寒 对 但是说实话这东西 我一般 因为我也有 但是我现在从来都不穿的 因为你适应是吧 对我都好久没穿羽绒服了 就用不着根本就用不着那玩意儿 来 我要在这买一些那个 这种带反光标志的衣服 你看我们那个Roger就穿这种 这太小了吧 这是最大号L的 那我再一问问有没有共大号 我们在一个80多年的小卖部里 好多妈妈问我能带孩子来吗 我都跟他们说 孩子这儿其实很快乐 平时 谢谢 房门区 林夏物不到三圈了 各种装备都非常全 这边给小孩的装备 看这边给小孩的装备 看这边给小孩的装备 带着装在口袋里 看我们这儿现在来了这个 这带Campas标的这个牌子 这牌子应该怎么念啊 Alder Survival Canada 就这个牌子是加拿大的一个本土的一个做功能型特别厉害的一个牌子 这个是真功能的 比我觉得比大鹅要强 摸上面料就那种防寡防滑型 对对对 它都是特狠的那种 就登山啊什么的 北极探险啊什么的 这些用的 比那个鹅要狠 我觉得 鹅就是现在被卖的比较奢侈品了 你看 他们也是 就是其实说实话 就这些大衣 总的来说 所有的形状 都是来自于N3B 一模一样 看那扣 扣 完全仿N3B的扣 仿N3B的这个袖子上的这兜 但是就是 还有这种鞋都是设计 大方都是设计 所以他们都叫PAC 就所有的这些都叫PAC 都是PAC大衣 这些PAC大衣都是学美军的N3B 包括那个狼毛的大领子 都是学N3B 然后N3B学的就是 我们这印第安人 或者是印度特人的那个传统的那个大衣 超越来自于N3B的 但是 他们最后的这些事情 我们在做什么